去年底捲入W Hotel 郭信小魔暴斃案的土豪哥朱佳龍 現在正因吸毒 而且有串政之餘 被關在新店戒指所 他從前把高檔餐廳當自家廚房 吃遍魚翅燕窩 頂級美食 甚至還有松露蘿蔔糕 現在卻面對一天三餐 總計伙食費只有60元的大鍋牢飯 吃稀飯配醬瓜麵筋 心情實在不太好 還好他有這個 對了 就是含有豐富營養牛奶成分的 在介智所提供的41種糖果餅乾 9種泡麵及20集中飲料當中 成了土豪哥的最愛 幾乎每天向合作社訂購 據本刊了解 土豪哥在介智所十多天以來 索芳提供的三餐 經常只吃一半 連春節索芳家菜也一樣 體重190公斤的他 幾乎全靠零食解饞 除了奶奶之外 他也喜歡洋芋片 蝦味鮮 或是炸醬麵 王子麵 他在那個兩瓶多大的獨居房內 除了睡覺 洗澡 洗內衣褲之外 大多就是吃零食泡麵 以及發呆 打發時間 偶爾才看一下索芳的書籍 矯正署官員表示 土豪哥的觀察樂界期有兩個月 大約一個月後會開始評估 他的用毒品傾向 以作為未來是否進入強制介智 或者釋放的依據 解釋放的 音樂 解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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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放後會懵發